就是这里看下去至少有三层楼的落差 也让骑车经过的民众都觉得怕怕的 在细致小坑路靠近细坪路的这一段 就是斜坡原本路就不宽 尤其前阵子市府进行边坡补墙工程 把原本的竹林清开之后落差更明显 民众说骑这一段都觉得有点恐怖 看起来比较危险 因为以前是有竹子拦着 这样看起来好像不会说很危险 现在它已经清掉这样打起来的话 就看起来很危险这样子 开车是比较不会差 坐机车的对户人来讲比较有危险感 要求说能够做这个户篮 因为这个路面跟下面的落差也相当高 骑机车或者是开车子过的话 看下去会让路人会有一种非常惊慌的那种感觉 小坑的里面一直要求说 能够把这个目前这个防散感的部分 能够改善建置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防护栏 在结果成情后 议员张景豪服务处也到现场关心 只见转弯处的前后 前面是水泥护栏 后方则是铁护栏 就只有中间这一段只设置了防撞杆 就怕撞过去 骑机车还是容易会冲到底下去 所以也将建议使左护栏 另外锦林的排水沟只做了一半 就差中间二三十米就中断 因为路仔经常有汽机车 为了汇车而卡进水沟里 所以也希望剩下的一半能够补作 去年施工的工程已经完成了 那不过就现在的那个小坑里面的乡亲 一直在沉情就希望今年度能够把剩余的工程 在接下来能够再完成剩余的工程 目前的问题是在这个测沟部分 测沟部分大概还有20公尺的长度 小坑路是山路斜坡 道路本来就不宽 所以议员服务处也将反应相关单位 除了四座护栏也将剩下一半的排水沟 坐起来保障行程安全 这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